第三章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 右键单击任何菜单名称以扩展侧边菜单 所有相关功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您可以点击添加菜单将新菜单添加到同一层 或使用添加紫菜单将紫菜单添加到下一层 层级的数量并没有限制 每个菜单也可以添加多个信息项目 只需单击添加信息然后继续 RWD包装 所有信息项目也可以集合成为动态横幅 或设置为木马式转盘以进行信息项目或产品轮播 只需点击RWD包装 即可选择以这些方式来显示 比如 动态横幅 木马式转盘 打开 花絮包装 你会有 杭竹行 杭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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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锋琴式等等 Soa采用范围可选择显示在哪个页面 发布到Soa采用范围中选项可让您选择要发布到网页版面上的哪个位置 让我们尝试设置一个动态横幅 单击此处在Home菜单下面添加一个新子菜单 建立新菜单后,行主行是默认选项 并且采用和发布到Soa选项都会指向本页 要将动态横幅发布到例如Home页面的顶部 需要先点击发布到顶部 然后在Soa采用范围选项中选择复页面 输入图片尺寸,设置选项,然后点击储存确认 这个菜单容器必须是一个紫菜单盒存在于一个副菜单底下 例如主页 默认情况下,新添加的菜单附带一个信息项目 主题图片和内容图片用于添加横幅 要添加更多横幅,您需要点击这里添加更多信息项目 要将更新应用到网站,您需要单击此按钮 竖状菜单 通过滑鼠托放,可以移动菜单 如果要移动到根层级,则需要托放到此图标上 通过更改此数字,您可以重新排列菜单的顺序 访问级别 要更改其访问级别,您可以更改为 不要发布、公共菜单、私人菜单和隐藏 选择私人菜单后 单击此图标以选择要授予哪个会员组别访问此私人菜单 您可以选择是否公开显示此私人菜单 或在登录后授予所有新会员或非群组会员访问权限 会员需要登录 只有获得授权的会员才能看到该页面的内容 功能菜单 除了RWD包装扩展这个功能菜单,你可以设置 例如隐藏左侧框架和停用菜单点击等选项 您也可以单击此处将信息页面转换为联络我们表单或网站地图等 内容顶部横幅和内容底部横幅 如果横幅不存在于媒体库当中 您需要先使用上传档案来上传横幅 内容顶部横幅和内容底部横幅可以通过托放来添加 信息工具集 每个信息项目都带有一组工具集 信息主题和信息内容 样式和URL连结也可以在此处设置 上面的设置是供信息主题使用的 这是信息内容的 主题图像将会显示在左边 内容图像侧会显示在右边 通过将此处更改为此选项 这样此URL连结将会被添加到图像中 单击图像 此链接将带您到目标页面 要在文本内容中插入图片 只需双击打开HTML编辑器 然后单击媒体库中的任何图像 单击选取要添加图像或下载文件的位置 然后点击插入来确认 添加图像连结 添加图像连结便成功了 如果您熟悉HTML 可以单击此处直接编辑原代码 刚刚添加的图像元素在这里 过多无用的HTML编码会影响搜索引擎 SEO排名 要防止复制无用的HTML编码 您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V 在Windows上贴上内容 或从编辑器单击右键 以使用纯文本粘贴 在Match上 您需要使用粘贴并匹配样式 单击储存 以确认更新 移动信息项目 要将信息项目移动到另一个菜单中 只需选取此况 如果看到此弹出窗口 您需要单击确认 然后继续 然后从此下拉菜单中选择 移动到目标 单击按钮 确认 以确认移动信息项目 复制菜单及信息 您可以复制菜单 只需右键单击任何菜单 然后从侧面菜单中选择 复制菜单及信息 一旦成功复制了一组新菜单 它将被添加到根层集中 所有设置也将被同时复制 然后您可以按照所复制的设置 来完成新的设置 Seal URL搜寻引擎优化 默认情况下 菜单名称将用作搜寻标题和关键词 您可以单击此处 通过搜寻标记来进行优化 此外Seal URL搜寻引擎优化允许您 重建使用于搜寻引擎优化的 Seal友好网址 HTMBio网站地图 和XMBio版本供GoogleSeal使用的网站地图 HTMBio网站地图 XMBio版本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被缓存了 每次更新产品目录、产品或菜单之后 都需要到这里来重建和刷新缓存 使用自己的JavaScript、JQuery与CSS 嵌入Meta标签、JavaScript、JQuery、CSS和Google Analytics追踪代码 等等 如您熟悉网络编程语言 您除了可以将自己的JavaScript和JQuery添加到网站之外 也可以附加属于自己的资源档来覆盖网站的原文层叠 CSS样式表 您可以通过RWD底部菜单 容器将它们放到网站的Head或Body标签之内 RWD底部菜单的设置在这里 这里已经添加了几个子菜单 每个子菜单代表一纸栏 其设置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每个子菜单容器均代表注存在于 底部菜单中的每一纸栏 每一横行均是由每条信息项目所建立起来的 感谢收看 请继续参考下一章